我的加入会让你在小屋里更开心一点吗 呃 哇 马哥说坏坏坏 上头了 你给我回来 我觉得马哥真的受不了 这男生其实应该蛮喜欢这样被夸的 肯定啊 好棒哦感觉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我好爽哦 哈哈哈 我觉得我哎呦 我跟你讲哎 我这为什么哎 马老师稍微控制一下 羡慕了羡慕了 哈哈哈 我的外边 你在外面干嘛 好像在试探 对我在等人 哦 话风突然转了 哦 杨洁 武漢 哦 啊 虎哥虎哥来了来了 哈 哈 好 那一等过就了 一会 走吧 哈 这里面是啥 全程工业 设计 设计很好玩 然后别的桌游也有 你之前玩过吗 没怎么玩过 但我觉得挺想玩的 因为我们上一次约会 就是偏静态 可以 然后我觉得可以动态一点 好像是你的主场的样子 你会吗 我很早之前设过 那我们就在最终 再两个玩 可以 你不等我一下吗 哎呦 来了 哈哈哈哈 他没有瞄准器吗 哇 哇哇哇 这么厉害 姐姐好洒 真厉害 哈哈哈哈 你现在知道他的厉害啊 这机器了 机器里的号身心 一生要抢的中国男人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没夹在这上面 这儿 嗯嗯哼哼哼哼哩 还是知道 哦哦 哦原来是 他是有一个卡槽 是卡这儿了 所以有点偏向 好 对这儿 哦 ok 哈哈哈 这怎么跟我想到不一样呢 怎么变成羊 知道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跟我其实上那也不太一样 哈哈哈 好 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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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不一样 可以吧 可以 咱俩比个赛 可以啊 那赢了和输了有什么对应呢 赢了 赢了 党力或者传判吗 嗯 就输的人 就站在前面去 脑袋上顶 顶一个苹果 然后赢的人射 你听听合理吗我就问 来吧 来吧 我不要摄苹果 那你也选一个 你说呀 你Race的这个话题 这样吧 我们赌明天早上的早餐 明天早上 对 怎么样 你不是很想赢的 哇 哇 好会哦 那我们赌个其他的也行 那赌个啥呢 呃 输的人 给赢的人买个礼物 明天 哇 可以吗 哇 有意思可以 我觉得猴哥很幸福 跟你代入的想想 你觉得很幸福对不对 对啊 好幸福哦 天呐 看不下去 哈哈哈哈 来吧 来吧 哇 我觉得他是会的 他的那个姿态都很標準 让你一个给我买礼物的心肺 哈哈哈哈 哇 哇 来吧 来吧 我不需要你放水哈 好 嗯 可以的 可以 是要竞争当中的爱情啊 啊好好好 嗨 你真吹得很接近 是 现在战况很胶着 可以 我射到一个红的 就追上了 杨姐加油 哦 哦啊哎 太握手了 小心点别划到手 他这个可能 太耗 就是手臂的力量 我现在手臂都挺酸的 跟别贴你 跟别贴你了 最箭 哎呦 哇 我的妈呀 哇 哇 好帅啊 他直接把剑射到了 对方的把子上 然后算他的分 好帅 姐姐的表情 哦好喜欢这个 帅死了 让我来看看我的 哇 你看这两个剑 这两只剑它 是到同一个地儿了 哎什么意思 这叫自欺欺人吗 不是这样 只想你赢了 哦 哇 不要这样子啦 不要这样子 哎呦我的天哪 好了我宣布第一届射箭比赛 给你完胜我 结束 天哪 扯让扯让 好了那我最好 给你买礼物了 来好的 啊好好 这个男人真的是 好哥真好 哇 我不行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哦 这个太帅了 我最喜欢哪一个 他故意输他了呀 对 他为了送他一个礼物 哎呦我不行啊 这个非常出 啊老师你学一学 你天天看的那么认真 这种是学不会的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哈哈哈哈 他们两个刚才这个赌输赢的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都可以学一下 就是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故意跟他打个赌 赌一个未来 跟他们未来发展相关的事情 马老师给你一个场景 对给你一个场景 就像比如说 踢球 那我知道了完了 我肯定一定想赢的 算了 但是男人真的只有放下输赢以后 才能赢得幸福 哈哈 放下输赢的时候 才能赢得幸福 才能赢得幸福 我的妈呀 太精辟了 增进感情的技巧就是 放掉输赢 嗯 你可以跟世界计较得失 但是跟你最爱的那个人的时候 不要计较输赢 让我们吃点东西 可以 补充一下体力 我还是第一次在 射箭的地方吃饭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我们可以再久一点 你平时就会来这些运动的地方吗 嗯 我平时会打棒球 棒 哦对你跟我说过 对 我受到脸的外接手 哇 哇 就有一点点风险 因为我不是在外面外接手吗 就别人把球砸过来 像里面砸我脸啊 砸这儿 哇 好危险啊 感觉的 但是我同事很担心 太危险了 就我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嗯 看出来了 但实际上在工作的时候 别人可能觉得你太好说啊 或者听你的声音 就觉得可能你是个蒙妹 就会一直被欺负 所以我在工作中就 嗯 会更凶一些 然后去推动我的任务 能够被顺利的暗示的完成 嗯 我觉得生活这种工作之中 都是以展现自己 并且是保护好自己为前提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球场上 跟生活中很不一样 嗯 那像我们 平时踢球 嗯 就是要看很多地方的优势吧 你身体是优势 还有速度是优势 或者是力量 所以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长得帅 哇 哇 趁机夸 长得帅容易遭到对手的飞铲 可能对手都看你往街头了 就是我 猴哥害羞了 应该可能就是我替她是男主呢 哈哈哈哈 这男生其实应该蛮喜欢这样被夸的啊 肯定啊 好棒哦感觉 我觉得她现在真的我好爽啊 哈哈 哈哈 我觉得我哎呦我跟你讲哎 我这为什么哎 老师你稍微控制一下 羡慕了羡慕了 哈哈哈 所以你喜欢姐姐 哈哈哈哈 哈哈 老师 哦 哦 你喜欢姐姐啊 对啊 哦 哈哈 哈哈 什么意思 哈哈 你们想 不要搞事情 哈哈 下坏地点 下的地点麦都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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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昨天王哥曾哥 何大棋都在健身的时候你在哪 嗯 我 开口了 我的外边 你在外面干嘛 好像在试探 对 我在等人 啊 嗯 画风突然转了 啊失落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感觉你好像不太不太开始的样子 没有啊 嗯 嗯 感觉到压力了吧 哈哈哈 感觉到了 哈哈哈 嗯 所以 你进小屋前 你有期待过 遇到什么样的女生吗 啊 哇 好棒哦 被直接就点题问到 哦 对啊 嗯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吧 更重要的是做好我自己 更重要的是做好我自己 因为我很看重缘分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 遇到了就是遇到 是老天 就是 无论怎么样 你逃 逃都逃不掉的 嗯 所以你会觉得 嗯 我的加入会让你在小屋里更开心一点吗 哇 哇 马哥说会会会 上头了 你给我回来 哈哈哈 我觉得马哥真的受不了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的加入会让你在小屋里更开心一点吗 厉害 哦 啊 会 嗯 哎呀 嗯 我认为爱情是一个比较 纯粹一些的东西 爱情对我来说是一个 加油站 所以我对爱情的想法就是 你要找一个跟你 同频或者说相同登山速度的人 对 哦 不然一定会有人先往上走 对 这就真的讲不出我猴哥的心情啊 就是 我梦想的感情啊 就是 两个人 共同朝着 一个好的方向 或者说 两个人在一起 都让对方成为更好的人 嗯 那我今天 才意识到 其实上礼拜这个时候 我还不在小屋里 是的 然后这段时间很密切地跟大家 接触 就感觉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 嗯 嗯 很相信 是啊 这就是 呃 缘分吧 嗯 那你有想过 更相信缘分呢 还是更相信 要自己去 遇到吗 我指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好 大前天 嗯 我回家的时候 嗯 推开门就是你 我 我 这就是缘分啊 哎哈喽 哎呀 哈哈 这就是可能给的一个缘分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你可以选说 我们一起出去走的 那个桌上有水果呢 可以吃点 嗯 哎 嗯 我觉得我就还没见 这就是一个缘分 很凑巧 但是 你没有抓住 他就是溜走了 哇 哇 他就告诉你 你不要错过 你再不珍惜我 你就没有了 对 一人 一人 哇 所以你刚那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 缘分可能上天会给你抛几次 但你有没有抓住 其实也是看你 你自己的态度 哎哇 啊 啊 就我应该展示了 该做都做了 我觉得猴哥好紧张哦 你看 抓手了一手 手在冒汗 你知道 这时候很直给哦 他一直都好直接 我觉得马克真的受不了 尤其 他去小屋的时候 他还跟他说 他说你要刷纸 就是我这边有那个青菜 青菜什么的 也是他对你说的呀 对啊 说句实话就是在那一刻 其实有被贴心到 你被他掌控整个节奏 对对就就就 所以我我我我 我他一直让我觉得 他很不想离开 这个 这个节目 而且如果那天晚上 有心动线的话 我觉得他会投给你解 哈哈 我我刚刚就想说 就不对 对 我刚刚就想说 我们在这边玩到高 我坐这边 但是说真的就是 大家对于那个杨姐所 所做的这些恋爱技巧 其实从他进入小屋的第一刻 我们都很上头 所以我们真的懂你 其实我这样看我都觉得 会蛮被他吸引的 感同身受 对他的很多 就会让你不有自主的 就是会注意他 我觉得他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很愿意表达自我的人 也很愿意去丢问题给对方 可能我我自己是一个直接的人 所以我相对的我觉得 对于可以勇敢直接的表达 这件事情 我是还挺鼓励的 因为有时候你顾虑过多了 可能那个结果就不同 你也错过了 所以我觉得他刚刚那样去点一下猴哥 其实点的蛮好的 其实是相对委婉的 对 他说的其实挺猛烈的 但是让人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舒服的 对 但从我的角度 这只是我的角度 没没关系 我这次看他们这个date呢 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 感觉被push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压力吗 就是感觉就是他在控制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感觉不是非常的自由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点 对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 我就会觉得 不可以 会有压力 非常有压力 是这样我跟你讲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很喜欢被push 我在那一个部分人群当中 当你没有被push 或者是这个有一个节奏在带你的时候 你会很慌 因为其实他也不是说control你 你的时间都是你的 但是你要告诉我在一个什么点 你得把这些事情给我做完 那这个东西由你自己来分配了 OK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nice 我要讲他有一个技巧 还是很值得各位女生参考的 有很多女生会觉得 做主动的那一方就会卑微 那杨姐她其实示范了一个 怎么样有底线有原则的去主动 在一定的时候明确的提出我对你的期待 主动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 所以我去争取 那提要求是因为我爱我自己 我知道我值得 所以我应该被你好好对待 就我觉得他这两点结合的很好 但是目前为止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人出现在侯哥面前 是一个好事 对对对对 因为他毕竟都一直比较内耗 比较被动 然后透过这一次的交流 他可以被一个人影响而打开自己 我觉得都是对他未来有帮助 接下来呢我们再能 谁能帮我们分享几个 可以增进感情的恋爱的小技巧 那时候喜欢一个一个对象 然后就他好朋友生日啊 我连他好朋友喜欢什么蛋糕 我都有记下来 然后我就做功课嘛 然后就偷偷去买他喜欢的那个 比如说芋头蛋糕 就我没想到那么远 就是我坐的那个滴滴的车钱 都比那个蛋糕贵很多很多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喜欢的那个另外一半 他其实很开心 我觉得你的恋爱技巧就是用行动去做 对我比较笨 但行动真的是最最好的呀 行动是巨人 对啊 我在感情里面没有什么技巧 我觉得就是真诚 如果我生气我就会说 这件事情你让我觉得不舒服 我就会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对两个人的关系会更长久一点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生闷气 说不说了不说了 但他其实就是一个事 他就会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等哪天吵架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事情 嗯 这个时候我就会说 对不起我错了 这个时候没关系没关系 这就有的时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 可能就是他做饭的时候需要帮手 但有的时候我又会做的没有那么和他的心意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些就是小小的冲突在里面 我会马上找一个机会说 对不起我错了 嗯是的 那那个气氛马上就缓和了 对这个技巧可以拯救万千婚姻 这是我想说的很实用的技巧 嗯 我特别喜欢你刚刚的那个分享 就是永远就是先跟对方认错这样 就你真的如果听得进去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对很多人有 技巧说明它是可以习得的 所以每个人你都可以去习得这种经营的技巧 来了 谢谢 谢谢 你先拿着吧 一会分好了你再拎进去 好呀 好熟悉的感觉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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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碰到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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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好漂亮 谢谢你家也好好看 你家好优雅 哈喽 哈哈 跟精神不一样 我也觉得 哈哈 这个对话真的是 那我就不进去了 不进去了 拜拜 呃休息 我也回去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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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奇奇怪怪的氣氛